今天来聊聊心想事成是怎么一回事 欢迎收看 今天来聊聊心想事成是怎么一回事 年轻时看到一本书秘密 里头写到心想事成 有提到许多成功的案例及步骤 今天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办到的 在两年多前 我用上班空余时间开始写字 我大学时期学习美工字 用签字笔及毛笔写了两本签字帖 后来又写了易经 还是想写 于是又写了一千遍的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于是我就心想事成了 因为当时我想早点回到台湾 并不是退休 而是回台湾工作 当时我离开故乡外出工作 从2001年到大陆开始 断断续续已经在外地工作有20多年了 记得当年和老婆说 只要工作两年赚够钱就回家 结果做了20多年 连老婆离世前都没有机会当面再说一句话 只有最后的电话中只能宽慰他好好敬仰 很快就会好起来 结果2020年他还是走了 他解除了病痛离开了 我2021年7月开始写薪金 自己买本子写 只想着想要赶紧回家 结果不到一年就写了一千遍了 又过了几个月后 新冠疫情解封了 一个返台的机会回家之后 我就没有回海外公司了 现在回家一年多了 我心想事成了 他也许不是财富 防止爱情健康 对我而言 只是想回家的心愿 我做到了 事无大小 有在想就有意义 之前我问儿子知道 北极现在天气如何 肯定有没有堵车 他回答 我怎么知道 我说 许多事根本没有想过 所以不在乎有没有 有人一辈子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不在乎爱情 有人一辈子不缺钱 所以不在乎没有工作 有人一辈子没有看过病 所以不在乎健不健康 所以不在乎就不存在 相对的 在乎的事情 他就在心中存在了 存在了 才有所谓的好坏对错 想法若不存在 就等于五蕴皆空啦 想要心想事成 就必须在心中先有念想 念想的就存在了 存在的内心就会产生能量 有的能量就可以导引思考及行动 就会PDCA 计划执行检查改善 就有机会达成心理所想的 重点是要一直想 日日情浮事 想的时间越多 能量就越强 行动力就越强 达成的机会就会越大 即使再辛苦 再多的困难 也会勇往直前 神鬼不清的 所以想要心想事成 就先要关注想要达成的事情 产生意义 产生正能量 所有的阻挠及困难 都是必经之路 总会度过 尽心尽力而已 补充一点 没想的就不存在了 从来都不认为赚钱是一件辛苦的事 那么就不存在辛苦二字 把工作当成自己想做的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活在工作赚钱的事情上面 然后把赚了的钱 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辛苦二字对他们而言 并不存在 也没有意义 与您分享 以上只是本人的体会 传聊天 没根据 仅供参考 期待再相会 拜拜 拜拜